好 继续带你看到花莲溪出海口 5号晚间发生两位民众在花莲溪口暗季捕牢 曼苗却遭大浪卷走的落海意外 海区署与花莲县消防局货报之后呢 是立即派员前往来搜索 那么深夜时救起了其中一名的民众 送医之后仍然不治 另外一名年约51岁的男子还没有寻货 海区人员派遣舰艇漏夜在海面搜寻 清晨也继续派兵力在寻找 目前仍无所获 5号晚间7点多 海巡署第9巡防区指挥部 接获民众拨打海巡服务专线 E8报案 称有两名民众于花莲溪出海口捕捞曼苗 遭浪拍打落海 请求协巡报案后 第9巡防区指挥部随即派员 在5日腰沟三六池 接获民众报案在花莲溪口北岸 有民众落海 那本属派遣12车31人 即徐宫禁 两瓶14人 空振机两架5人次 指示收救 那目前海巷天北峰 大浪转5至4公尺 浪空不佳 那本属持续派员 持续收救当中 其实目前一名民众已经救起送医后 宣告不治 仍有一名民众失踪为巡获 海巡人员持续搜寻当中 记者凌杰综合报导 在海巡人这边 付换中 大浪 最新的 木岸 位置 可以